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Yascoe实战的解析部分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解析的这道题目呢是2011号题卡 我们先看一下题卡中要求我们说的关键信息 首先topic是Describe an activity near water 那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到之后并不会觉得特别陌生 那说到activity才是一个活动 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事件类的话题 那接下来限制信息是这个activity是near water在水边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看到这张卡片呢 有些同学可能想到了水边活动可能会有什么 比如说呢我们可能有些同学想到一些集体运动 就叫beach volleyball 就是沙山排球 它是一个teamsport 当然我们在描述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团队合作这种内容 那当然有一些同学可能比较偏静态一点 想到像fishing也是水边的活动 那我们可以就是跟家人或者跟朋友去钓鱼 然后另外也有些同学想到的就是很懒的这种 I just enjoy something 就日光浴在海边躺在那晒着太阳 所以这些都可能是水边活动 当然还有更扩展的比较多的 像你去参加一个音乐节 或者参加一些具体的大型活动 那种concert也有可能是在海边或者水边 所以先确定这个话题的核心 我们想说哪个方向 然后关注这个题卡中一些细节要求 You should say what it is when you did this activity and how you did it and explain how you feel about it 你对它什么样感受 所以看到这张题卡之后呢 我们应该就能很快的把题卡中的关键信息 这几个关键词问题画出来了 what when how 还有一个how you feel ok 那比如说这张卡片刚才我们说了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向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会根据刚才想到的某一个方向 给大家做一个sample answer 大家可以参考这样的范例 去准备自己的话题 然后呢 值得注意的就是这张卡片呢 正常描述任何一个水边的活动啊 或者活动类的话题 我可以用一般现在时 但是这张卡片中提到了一个 when you did this activity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啊 如果把它画成事件类的话题的话 肯定要涉及到一般过去的时 一般过去时的使用 那同时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完成时啊 或者进行时 ok 所以这是我们先做keywords的时候 要注意到的一些内容哈 那一分钟的时间里面 我们继续去准备张卡片的话 我们要做一些小的笔记 它对我后面的描述 或者我整个话题卡的这个叙述 有一个提示作用 所以接下来的笔记呢 我们看一下这些内容 能不能让我们一起穿起来 一个小的段子 首先第一行出现的这个 fishing two weeks ago 和dad 是不是提到了这个what 到底这个水边活动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要描述的是 一个钓鱼的活动哈 然后two weeks ago 是强调的是具体时间 dad是人物哈 然后接下来下面这一行说 prepare equipment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设备哈 就是这些钓鱼的工具 一般有什么呢 fishing rod and line rod是鱼杆 line是鱼线 所以这是我们在准备一个话题的时候 要针对这张卡片 或者针对你想说的这个核心话题 准备一些所谓的topic words 就是话题词汇 ok 接下来watch earth sorry catch earthworm catch earthworm earthworm是指的那种蚯蚓 所以大家想到的 你去钓鱼的话 又有一个鱼饵吧 所以鱼饵叫bait 那这种你可能会自己要去抓一些蚯蚓 抓一些小虫去做它的鱼饵 然后接下来最底下这两行呢 涉及到的是这个钓鱼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要保持的一个状态 一个keep quiet 一个wait 还有我感受到的boring 或者patient 还有下面的excited 是很兴奋的 sense of achievement 那你发现后面这两行的关键词呢 有一个情绪上的转变 那前面的第一行可能相对来说会是比较消极 或者负面的 觉得有点无聊 但是下面这一行呢 是比较正向的 积极的 就是很兴奋呢 或者获得一种 a sense of achievement 这种满足感 或者是成就感 OK 所以大概通过这样几个关键词 大家应该能想到我整个这个过程描述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基调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结合着我们以前积累过的一些句型啊 或者整个描述话题的结构 能不能把这张话题说得比较清楚 OK 那首先我们有一个leading sentence 那就是怎么样把话题引入进来 我用了最基本的方式 直接把题目中提卡的这个topic带入进来 the activity in the water which I'd like to describe is fishing 那我这种就是水边的活动啊 我想描述的水边活动 其实直接点到是钓鱼 那接下来呢 对于钓鱼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but to be frank I was not a big fan of this activity at first 我一开始其实并不是一个 特别强烈的热衷的爱好者 not a big fan 然后 I just accompanied my dad as he's always been quite fascinated with it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 我们用的是一般过去诗看到了吧 was not 还有accompanied 那accompanied在这里面表示的是陪伴一个动词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热衷者 但是因为我爸爸一直都特别喜欢这件事 所以我就是陪他去了而已 ok as he's always been fascinated with 那这里面你发现除了一般过去诗 我们也用到了现在完成诗 就这两个时代的结合使用 has been doing something or has been 后面直接加的那个形容词性的 be fascinated with ok 那这里面有两个表达 一个是a big fan of 一个是be fascinated with something 那这两个表达都是强调喜欢 或者是特别热爱什么东西 ok 替换了like love这样的词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了这个leading之后 我们要不要回应一下题目中 要求我们说的信息点呢 第一个呢就是when you did it 那我们要描述事件了 注意说到when肯定是要涉及到一般过去的事态 I remember it was an early morning two weeks ago 我想到了 我印象中啊 这是两星期之前了 when my dad pulled me out of my bed 那其实这是一句话啊 就是两星期前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爸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了 knowing he was going to take me to catch some earthworms as the bait I felt a bit disgusted honestly 当我知道啊 他其实要带我去抓蚯蚓 去做鱼饵的时候 我是抗拒的 就是disgusted是指的 我们这种状态 觉得有点恶心 felt a bit disgusted honestly ok那这是我们先交代了一个背景 时间 一大早 两星期之前的一个大早上 然后我们要去钓鱼 那具体我们怎么钓鱼呢 所以接下来我要开始描述这个how的时候 其实是解释整个钓鱼的步骤 或者是过程 那一个是注意时态是一般过去时 那另外就是在描述过程的时候 我们要通过一些衔接词 把这个整个过程的顺序描述清楚 所以speaking of how we fished 我说到我们怎么样去钓的呢 my dad took his favorite fishing road and line and drove me to the riverside 那首先先说到了最开始 他就带着他最喜欢的这个鱼竿啊鱼线啊 然后带着我一起去了河边 ok 那it was quite a bright day the river was sparkling under the sunshine 那既然说到河边嘛 我们顺嘴再去说一说我看到的景象呗 那bright这个词呢 替换了我们平时经常会说nice day 或者是sunny day 描述这种天气很晴朗的状态 it was quite a bright day the river was sparkling 这个词我们以前其实也见识过啊 就是表示闪闪发光呢 菊菊有神的眼神的时候我们会说到 那这里面说的是在阳光下水面呢 河面会闪闪发光 ok 所以这是我们到了那边之后 到了这个河边之后看到了景象 那after finding a clear spot we started our waiting hours 那我们找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啊 或者找到一个最适合钓鱼的地方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等待的时光了啊 钓鱼一开始肯定是要等的 所以接下来呢又发生了什么 所以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设计到了一个情感 是觉得boring 原因是什么 整个一上午我们都不得不非常的安静 因为如果稍微我们吵一点会怎么样 in case of scaring the fish 会吵到那些鱼或者吓到那些鱼 那in case of表示的是以防什么什么 ok 所以这是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到了那儿虽然景色不错 但是我们一上午都在等 ok 那接下来一上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but suddenly 紧跟着发生了什么 突然之间 there was a very slight move from the road and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my dad pulled back hard and then we got our first fish for that day 所以这里面啊 就是简单的其实就有两三句话 但是它其实很迅速的描述出 我们等了一上午之后 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就是钓鱼 其实就是一瞬间拉上鱼杆的这种状态 是吧 突然就是有一个a slight move 就鱼杆里面稍微动了一点 然后almost at the same time 注意这些我们在标蓝的这些字 蓝颜色的字都是表示时间节点的 那在与此同时 我老爸突然使劲往回拉了一下杆 and then we got our first fish for that day 那之后我们就拿到了 或者是得到了哪一天第一条鱼 ok 所以这个整个how的过程呢 我们就只说到这里 但是整个钓鱼的过程啊 或者钓鱼的步骤方法 其实很清楚了 那前面我们已经都针对提卡中的要求啊 把details都说完了之后 我们会变后面要需要有一个conclusion了 那how you feel about this activity 我对它的感受是什么样 大家想到了 我一开始其实是抗拒的啊 我并不是很喜欢钓鱼 我还那么早起来 但是后来当我钓到鱼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种满足感成就感 所以接下来我们去说我的感受的时候 when it comes to how I feel about this activity 那说到我什么什么怎么样的话 那我们这里面用到几个结构是 when it comes to 实际上相当于speaking of 或者in terms of 说到我对它的感受 I would say it's pretty complex 用到了复杂的这个词 我对它感情其实挺复杂的 ok 具体怎么复杂呢 you see I'm not a patient person but when we got a price for real I felt really excited and got a sense of achievement 所以其实你看啊 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但是当我真的拿到了一个奖励 或者拿到了一个战利品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兴奋 并且我得到了一种满足感 或者是一种成就感 所以这里面呢 有一个词叫price price可以表示奖励 或者在这里面我们叫是战利品 那这是我感受到的 so I guess that is exactly the most the amazing part of fishing 那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钓鱼这个活动 最让人觉得有趣啊 或者是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了 ok 所以到这儿呢 我们这个小段子就可以结束了 那完整的去说了一个 activity near water 提卡中的这个要求 我们选择钓鱼这个环节的话 其实我们先去说了 我们什么时候尝试的这个活动 或者在什么背景下尝试的这个活动 具体怎么做的 说到how的时候 其实是描述的方法和过程 然后最后解释一下感受 比较完整的说明了这个话题的要求啊 那当然大家如果想说沙滩排球啊 想说什么太阳玉啊之类的 这些都可以去说 然后在准备的时候呢 针对提卡中的要求 我们把自己想说的东西 整理好结构 然后建立好一个structure 当然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 也要注意好我的keywords 要写什么样的内容 ok 那好 这是咱们今天分析的这个 2011号的提卡 310号的酷子